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布袋几乎占据了走道 外观一看就不像是雨货 茶器人员直觉不对劲 它总共有21大包 那每一个大包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的小包装 特别摆在船长室 21个麻布袋 外观看好像是饲料 但是里面都是铝箔包装 印有茶叶字样的袋子深入追查 发现竟然是重量 逼近560公斤的安非他命 黑食价格10亿元 编号多少 M24.06 茶器人员到南投铁皮屋 抓毒贩 上百箱的茶叶堆放着 拆开来看 内容误除了茶叶 还有白色粉末 后称从越南进口的485箱茶叶 清茶后有100箱都是安非他命 检方当时就怀疑 新兴的贩毒模式是从上游 在缅甸辽国 用茶叶当包装 把毒品用陆路送往靠海的国家 就在想办法再用船运空运 把毒品送到各国 这次逮货的升红翔 疑似用相同的手法 原本要从台南安平入港 结果船长的四人都被逮 用茶叶当掩护 找渔船走私毒品 整个贩毒集团的流向 监禁还在厘清 是否跨国运毒制毒 要揪出背后隐藏的操纵黑手 海巡人员走进船舱 用仪器侦测 果真搬出来的保力笼里面 藏有中国毛蟹 俗生大闸蟹 数量多达2288公斤 市价约800多万元 这是去年11月海巡查契画面 这艘船就和这回被抓到 走私十亿关英王毒品的是同一艘 船长也是同一人 去年11月才被抓 不到一年又不安分 卢姓船长31岁 早就是法院认证的累犯 除了走私市值800万的大闸蟹 也曾在通气犯偷渡 一出海就被抓 过去也因为赌博 伤害案件被判刑 更是到处欠钱 动辄几十几百万 法院判决就指出 他去年走私大闸蟹 就以偷渡成功 能获得数万报酬 甘愿铤而走险 退休船长爆料 海巡常抓到的像这种 载人偷渡的 又或者是走私香烟 藏船舱里 常常海巡登船 发现查到的都是累犯 包含申鸿翔鱼船 走私大闸蟹 载人嘴汤 法院助记累犯 却总是得一颗罚金 让卢姓船长一再彩虹线触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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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